你爱他吗 爱 你爱这小子什么 又管你又讨厌 跟你 你刚才我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叫他大叔你知道吗 你说大叔我是90后 你是80后的大叔 你喜欢这大叔什么 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说实话 我没有想过 就是说在21岁这些年龄谈恋爱 然后根本就 都没有做好去 怎样去做好一个好的女朋友 这样的身份 然后就是 在我过时的时候 在亲人节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真的 就是感动到我了 就是我们两个是别人介绍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外地做化妆师 然后他就是 去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去 去找我去 然后 当时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他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 让我出门 然后我一出门 他就在那会儿呢 然后后来他第二天他就走了 第二天是我生人 然后就有一个蛋糕店的一个老板 然后就说的那个 你好那个 呃 蛋糕送来的时候 就是我给我打了那有十多个电话 我给我所有的一星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们都说不是他们送的 然后我才给他打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蛋糕是他给我买的 之前 我一直都在认为 说我其他的男性朋友给我买的 哦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就哭了 就感动了 就现在说几件事还感动 哎 你是得多缺爱啊 姑娘 就是一个认为我青春 我奔放 我热爱自由的一个女生 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男孩喜欢他 其实真喜欢他的 或者说真的想为他动心的 只有这一个 因此你想在他的身边 对吧 但是你又丢不开那些异性朋友 或者同性朋友 带给你的所谓生活的刺激和乐趣 就像你说的 你要疯狂一样 对吧 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来 一起进入邱笔测文件 虽然你是90后 我是70后 你是搞化妆的 恰好我的化妆师也是90后 也是女孩子 我从没见过她去夜场 从没看见过她喝酒抽烟 没有说学化妆的 或者做化妆行业的人 就得像你这样去生活的 如果你想选择这样的生活 没问题 但请不要说 因为我是学化妆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一个观念型的错误 你说 你只是我的男朋友啊 你又没跟我结婚呢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合法的管理者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男朋友不是你的合法管理者 他即便跟你结了婚 他成了你的丈夫 他也不是你的合法管理者 夫妻之间没有谁管理谁 管理在孩子层面上是来自于外部的约束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要学会自我管理 第三个 我听起来挺悲哀的 一个蛋糕 你说就把你给服务了 刚才我们赵山老师说 哎呦 你得多缺爱啊 你爱的真的是 他这个人吗 如果说前面的那15个男人 其中的任何一个 说哎 这蛋糕是我给你订的 你都有可能感动得流下眼泪 所以你爱的不是给你送蛋糕的这个人 你爱的是你得到蛋糕的那样的一份 被重视 被尊重 被爱着的感觉 而这个人是谁 有可能是他 也有可能是前15个当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你不爱他 你只是爱上了一种被爱的感觉 但是你因为一份被爱的感觉 而选择了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 可这个男人他选择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说我仅仅是 我要无限制地去给予你爱的感受 他也要被爱的感觉 你要被尊重的感觉 他也要被尊重的感觉 可是你不爱他 你只是爱的 你爱我 那他就感受不到 他感受不到 他就希望去管理你 控制你 他希望你给予别人的那种 欢愉的感觉 都能够因他 都能够为他 所以你们两个人 刚才这男孩子说 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个谎言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个错位 你错误地以为自己爱上了 给你这个爱的蛋糕买单的这个男人 而这个男孩 他爱的只是 有一个人送给他的蛋糕 恰好那个人是你 而你到底是谁 他并不知道 你到底需要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爱如果要走下去的话 如果这算爱的话 这要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 首先男孩子 你要知道自己 怎么样才能够去真正地去爱一个人 尊重他 尊重他的需要 而给予他的支持 而不是你的需要 而给予他的支持 不管是对他 还是对任何一个女孩子 而这个女孩子 蛋糕不等于爱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